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像我们想要去做居家访视 责任顾是到独居老人住的地方去做居家访视 他是不是要输入他的 例如说因为他去就要去帮忙老人去做一些血压 血糖这些的一个量测 身高体重 他这个时候就是要填写一些资料 但是填写资料不要再拿出什么纸 而且几乎都是用什么 几乎都是用 因为他反正就有手机 他一定会带手机 所以就直接在手机上面然后输入资料 像例如说校园美食问卷 然后这边你可以去做一个说明 纯调查用 无个之 请放心停写 这看你要写或不要写 然后接下来呢 假设我这边 我建立第一个问题 这边有很多种形式 这边有很多种形式 例如说假设 请问你住哪里 请问你几岁好了 请问你几岁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你建议 建议最好是用那个单一选择题的方式 方便别人只要点一下 就得到答案的这种方式 好 例如说选项一 例如说18岁以下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新增选项 例如说那个19到20岁 然后接下来再新增一个选项 然后21到22岁 然后接下来就是23岁以上 那因为现在意识抬头 可能我们会新增其他 就是他不愿意透露 不愿意透露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设计好这个 这个表单 我是不是要去增加一题 增加第二题 再继续去做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去复制 这边复制 还有就是这一个选项 他一定要必填 那所以如果他在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勾 他不想要填他几岁 不愿意表明他的那个年龄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其他 可以让他可以去选 这样可以了解 不可以把问卷设施 好 因为现在 以前都还可以随便填 随便打勾 因为纸粉 现在你要让他继续走下去 他不要第一题 他就已经不想填了 好 所以在这边有多一个其他 然后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去复制 复制去产生 第二题 例如说假设 假设 我们现在希望他手动写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改成 例如说那个简答 例如说请问你住哪里 没有 我只是为了刻意的去安排 最好问卷都是设单选 会比较好 好 然后请问您住哪里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请他用文字的方式简答 或者是 你是不是可以用什么 下拉式选单 例如说选单有什么 那个桃园市 然后中立市 或者是其他城市 这样可以了解 然后接下来我再新增 新增 因为这样子的话到时候 到时候呢 这些都是B帖 因为这边我已经打开 都是B帖 好 那最后就问一个 随便问他一个 就是说请问您对于 那个美食的推荐 美食推荐 好 假设我这边 我就真的用简答 请推荐美食 您最推荐的美食 好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请他输入文字 好了 假设这问卷 我做完了 你当然可以去设计 第四题 第五题 第六题 我就不一一去设计了 好 这问卷 还有很多 必须要去注意的事情 我也不一一讲完 可是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这个问卷 它其实是可以直接 例如说做成一个 就是做成一个 它是有网址 网址可以变成QR Code QR Code可以让别人扫描 扫描之后去填写 这样可以了解 还有填写的时候 其实可以不用说 它一定要是真实的 或者是你可以设计它 重复或不重复的填写 这都做得到 这都做得到 好 那我现在就要讲说 怎么做到这件事 请问一下 这一份问卷 这一份问卷 假设我已经设计好了 我是不是要去发行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就可以先 稍微去预览一下 预览 就是别人看到这份问卷 就是长这个样子 这个档名呢 就叫校园美食问卷 好 然后它填写完 是比较提交 可是你要想办法把 就是让别人能够连到 连到这个填问卷的地方 等一下我就要做出来给你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先关掉 你有没有发现 我现在要把这个校园美食问卷呢 校园美食问卷 然后直接去做一个 等于说是搭行 然后传送出去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看设定 设定 绝对来说好了 收集电子邮件 收集电子邮件的意义就是 我要知道这个 是这份问卷是由谁填的 他必须要在填问卷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先输入自己的Gmail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然后 然后 这 这边我们看到 他必须要登录 他只要一登录 他只要一登录 我们就可以去把它的问卷收集起来 可以吗 这都是设定 这都是设定 这是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的 好 我现在取消了 那接下来 我要点传送 我要点传送 因为现在不用讲那个回复 因为现在一定没有任何人回复 有看到临辙回应 因为我都还没有传送出去 好 所以我就点传送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传送 传送这边有几种方式 透过电子邮件传送 透过网址 透过网址 有看到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连结网址 连结网址 我们要是觉得这个连结网址实在太长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缩短网址 可是不管你怎么缩短网址 是不是都还是很长 所以等一下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网址 变成QRcode 变成QRcode之后 麻烦等一下就拿出你的手机来扫描一下我的QRcode 然后去填一下问卷 好吗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这是绝对可以请别人 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你出一个功课 然后让学生来去就是做一个什么问卷 都可以很容易去做完这件事情 好 等一下 你看哈 我现在这个网址还是不够长 对不对 应该就不够短 而且我要把它变成QRcode 所以怎么把它变成QRcode 我先复制 然后我 我开另外一个视窗 而且也是到什么 Google Google的QRcode产生去 QRcode 因为都教Google的东西嘛 好 Google QRcode 产生器 好 点第一个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这个产生的太慢了 先 也出来了 这边 这边 我是不是要把网址贴上去 然后产生 它等一下产生 我要把它拍照 能不能麻烦请你们 能不能麻烦请你们扫描它 填问卷 有听懂吗 我现在就是说 我现在意思就是说 我 我 是不是 可以 把它拍照下来 然后给各位 能不能麻烦请各位 现在扫描一下 就是进入这个网址 来填写 填写我刚刚那一份问卷 因为真的表单 然后把它 有人填写完毕之后 得到结果 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 能不能扫描一下它 去填写那三个问题 这是不是也是另外一个 收集资料很简单的方法 所有刚刚Word的共用 可以吗 请你们扫描这个地方 我还没有给全线吗 对 对 对不起 我刚刚设定 我刚刚设定这边 警线 不用登入 对不起 我把它设定为不用登入 这边 这个设定 设定里面 刚刚这边 绿色是 警线南亚技术学院教务处 如果这有打勾 它就一定要你先登入 它要去辨识 你到底是不是南亚教务处 这样听得懂 那我现在把这一项也拿掉 好 拿掉 然后储存 这样可以了解 来 麻烦请再那个 请再小描一下 现在就可以了 现在绝对可以了 麻烦请填三个 这一次也是另外一种搜集资料 很方便的方法 可以吗 然后现在我重点是要告诉你 它可以直接马上分析结果 直接填问卷嘛 我就直接马上立即看到这个资料了 其实我还有在教一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即时的互动 有时候我们可能只要去看 类似像大数据里面 大数据的Facebook 可以表白 Facebook 以表白 然后这个时候呢 直接把别人填号问卷的结果 直接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看到 好了吗 请问都填下好了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那个填写完的结果 好 然后接下来 回到刚刚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 只有两个回复 能不能再多一点 多一点 就麻烦各位老师帮一下忙 好 我自己也去填 不不不 我是用QR code给你们 只要你们愿意扫描 好了 我也提交了 提交就直接按那个送出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这个预览 预览 然后这边假设 假设 我这边 我这一份 我也做 例如说假设我是19到20岁 我住桃园市 例如说我住其他城市 然后回答 例如说切斩面 然后点选 然后点选提交 好 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是预览 好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关掉 这里关掉 好 我们现在去看 这边的回复 点一下它 它直接马上就画出来 这样子结果 请问几岁这边 是不是每个选项都有人填写 但最多的选项是这个 23岁以上 然后接下来住什么地方 例如说有桃园市有中庭 还有其他城市 然后接下来最推荐的美食 都在这边 请问 所以这是不是另外一种 收集资料很方便的方式 这就是表单 这就是表单 所以假设 假设你去思考一个情境 我们很快速的可以设计完这个问卷 然后把问卷的网址 然后做成QR Code 然后请别扫描一下 这就可以很快速的 进入到我们这个问卷的填达的内容 然后它就开始填写资料 好 好 所以希望你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做 做一些就是科技的一个应用 好 这绝对我觉得是还蛮棒的 我想请问一下 是 那个如果说像有时候 我常见到LINE的网址 它需要去做什么 对 那它就会有一堆的网址 它是不是就在做那些网址 嗯 嗯 类似 但是它叫LINE机器人 对 LINE机器人 你可以上网剧场 有脸书机器人 有LINE机器人 然后用Python 这个程式 它就可以撰写了 而且通常就是别人都已经把你写好 你就改一改 就变成你自己的 这叫LINE机器人 好 因为它其实也就是希望收集名单 或者是假设你今天你问他 你问他 他会自动回复那个线上机器人 那个打问机器人 它其实都是用Python去写 好 嗯 嗯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可以 对 我就是要用 例如说Power BI 而且我是直接 我的课程 大数据分析 我就是直接连 直接连这个 然后出现即时的结果 这样可以了解 就是 大数据分析如何连 这个网路上的资料 那网路只要别人填完问卷 我这边我就得到结果 这是连贯的 这绝对是连贯的 而且像Power BI 它可以分析到 反正 反正如果说你愿意学到那个分析的话 另外还有那个分析这一块 好 绝对是很棒 那你会说那个Google公司的分析的工具呢 因为坦白说 我只比较强强的就是 我用Table 还有用Power BI Google公司 还有Apple 它放在云端的分析工具 我就没有去使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合作对象 都是公家机关 公家机关 它就是不想把资料放到云端上 这个牵测到 牵测到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那个Google公司 它不是台湾人做的 它就不想要把那个民众的资料 放在云端上 那它就只能跟 比如说中华电信合作 好 所以这点 这点 既然它不愿意放在云端上 所以它还是停留在本极端 那本极端 基本上 还是 或者是自己的伺服器 所以我们还是用像 Perion 跟Power BI 居多 而且 我也不太想要走到那个领域 因为我 我都是跟公家 我希望跟卫福部合作 所以 我就没有再走到那个云端 云端的资料分析 数据分析 工具的使用 这样可以解吗 看你们将来 你们希望学生 他出去之后 他要怎么发展 好 我是认为 我这边配合的对象都是 正的机关 他们都不愿意放在云端上面 好 所以我就才会 只有用Power BI 或Tiber来去做资料分析 好 那 继续 这个档案我就先关掉了 这个表单 这个表单我就先关掉了 好 那 请稍微注意一下 请稍微注意一下 那个 这个档案 因为一直开放的 所以有可能 日后我把这个影片放在网路上 所以别人也会扫描它 然后来去做评写 这是真的 因为 因为我会希望说到时候 我把这个影片 教学影片做好也放在网路上 我先给各位观看一下 不是 不是 你知道前面那个画面 已经对你有扫描 有些那种可以回应 就是 因为你一直都开着 回应 所以别人可以扫描 都可以扫描 对 是的 是的 所以你关掉他们就不会 如果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我是可以快速点准下去编辑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 如果我要名字回应 一般 一般都不会去 去把这个回复 关 就是那个 填写 来去关掉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关掉 你这边设定 你设定的话 你 你就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的填写 或者是把这个档案给删掉 把这个档案给删除掉 好 这边有删除档案 移除 好 这样别人就不会停写了 对了 我好像忘记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了 其实 其实在这个地方 这个档案 它是不是有九个人回复 哪九个人 是不是也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什么时候回复 是不是也是一个重点 就是当我们要去分析我们的那个 行为模式 举例来说 你们想要关心学生 绞交作业 是不是都是在那个最后那个 绞交时间的期限前来完成 但这个时候那个时间蛮重要的 这个资料在这里 这个资料在这个地方 建立试算表 然后建立一个那个校园美食问卷回应的试算表 建立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九个人在什么时候填写 然后分别填了什么内容 这边是不是都有那个时间的记录 那因为我没有收集名单 所以这边没有电子邮件 好 那我现在就关掉了 那这个档案会在哪里呢 这个档案 你看现在我就全部都把它关掉 全部都把它关掉 好这个 这个把它关掉 这些都关掉 这个档案它就会随着我刚刚点选 右边那个试算表 它就会自动产生 而且只要点一次之后 月后它就固定都存在 这个是问卷 这个是回复 可以吗 就跟这两块 来跟各位先分享到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使用表单 我觉得收集资料蛮常使用 而且各位如果可以的话 再加上我有一个课程 叫做一个小时创造APP 它就是结合Google的表单 一个小时就做好APP了 没有难度 不用写程式 这样可以了解 因为真的Google 今天把制作APP这件事情变简单 然后Google Sheet 好 那这边我就不去交了 我们